59 歲的張兆輝近年已經將重心轉移在內地發展 並且做得有聲有色 而會約玩社交網站的他近日也難得回港 他不忙拍攝影片和粉絲分享趣事 見到他穿著藍色衣服配上黑色褲 聲味十足之後鏡頭一轉 他就開著8萬名車現身某個停車場 並且覺得那個停車場的費用要$38很貴 說感到香港和內地的停車場費落差很大 而他在影片的最後也曝光了 他吃了一個$40的早餐 包括沙丁牛肉米和一杯熱奶茶 這樣加上來一共$78令他直言物較高